第六十四回,妖法是兇淫,國雲博無心琴俠女, 心情逢薄露,大雙英立志學神槍, 原極,心願見他二人說話一樣,知事實清, 也不難為他們,自將他二人捆上,文明女村路徑, 施了一塊棉衣將口倒上,同了許悅,直向洞外走去, 這是天已未明,因是大年初一早上, 旅村居民節財神放爆足的響聲,遠遠隨風吹到, 這棟口位置在一座懸崖底下,出棟之後,對面數十丈山崖斗立, 從上到下,區有人工作成的石級,形勢非常險峻, 三人越過了這一條桿谷,飛上對面懸崖,立在上面一看, 一片大山懸然在前面,左右溪流,又有高山,頗具形成, 三人知道許超竟然在夜間被琴,旅村必然加緊防備,不敢造詞, 因許越不會堅述,決定留他在此守望接應,黃,照二人卻成敵白日無悲之際, 非進村去,救了許超回來,再作計較,相已定後,三人正要分手, 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黃,照二人了是敵人,因不知來人虛實, 連忙伏身在一塊山石的下面觀看動靜,一轉眼功夫,聲音越近, 許越眼光最好,早看見兩條黑影直頭谷底動口落下,等到現身出來一看,不由大為驚異, 望拉王,照二人來看,原來落在洞口的二人, 一個正是他們三人準備冒險去救的許超,還同穿一個青衣女子, 二人光一落地,便由哪女子在前?許超在後,正要拔腳進洞, 許超無意中猛一回頭,看見黃,照等三人站在山崖上面,連忙換著女子,朝著三人招手, 王,王,照等三人見,至於月糟蹼軟弱已脫險,打算聞明了許超被琴經國再說,便都飛身下都谷底, 許超便請那女子與三人相見,說道:「這位女合便是恆山金魯魯的德二弟子女飛鴻賀梅,小弟作晚地琴,色彩蒙他相救,才得脫身,作晚地琴時,聽妖道說此動業已賭死, 並且派人放手,本打算翻山回去,是何俠女說,與神洞口還有一塊大石可以移動, 須有防守,驅是無能之人,所以仍由此路回去,不想如見三位,鬧妖道妖法利害, 我們先回去再說吧。 許月見女飛鴻賀梅骨獸神清,應之煞爽,好生敬佩,便上前道謝解救許超之德。 大家見禮已不,不便苟然,一同走進了雨神洞,雷飛鴻賀梅見碧島灘, 葉已出現了一人多高的大洞,那兩個手動的長宮倒菌已悲,面貼著地,還在不住地掙扎。 雷飛鴻賀梅,奸起原因,知是王、趙、許三人所為,便把眾人翹過一邊。 小小小說道,山洞孤道妓已打開,小女子無須再去大家長聊。 前日上有一個同伴,因被妖道污了雙劍,不能思惠。 現在前山山山後,小女子此刻便要回轉恆山。 去品名家師,來報妖道之仇,朱偉請先回去,改日再見吧。 許超便請他到莊中,與伯,大二人相見再走。 何回到,小女子站不同去,尚有別情,此間石壁打開。 如不切發善後,難免遙道不由此處到貴村騷擾。 諸偉請請回去,小女子准在兩村正式交手前,到大家長相見便了。 眾人不便堅留,只得由石洞中往回路走來,才走不多元。 忽聽兩聲巨響,眾人而視女村追兵趕來。 恐怕何回雙拳難的四手,一齊回轉看視,色彩被黃。 照二人用天光斬斷倒在地下的那面食壁, 若已被何回扶了起來,恢復原狀,只剩下一個赤許方圓缺口。 何回在洞那邊見眾人迴轉,在缺口處觀望。 小道,我把這塊山石依舊填塞,再用言語警告防守的人, 叫他們說我們全未打此經過,以免有生之節。 這兩個防守的人如敢走漏消息,定容非劍取他們首級。 諸偉回去,只需緊手此動,諸事忍耐,到時自有人前來相助。 惹到惹發勵害,不可輕敵,要緊要緊。 說吧,將那守夜的人綁繩解開,用天光逼他們搬運幾塊大石, 連那缺口也一齊倒上,眾人見何回幾景敏捷, 憶家佩服,直聽到石壁那面毫無聲色,才行回去, 剛剛走出雨神洞不圓。 啊,大二人恩眾人去了一夜不見回轉, 業已發出緊急號令,將合村埋伏康至妥貼, 仍上前來,見四人驅能安然回轉。 心中大喜,留下大行慾在洞外放手,一同回莊, 回到寧粗房中,談起經過。 原來昨晚白旗發現許月酒後,正要派人去尋。 忽然廣場前面山峰上總守望台來人飛步, 說漢見許超發出的救命信號, 這救命信號也是白旗發明的一種火箭, 裏面裝有火藥機關,用蝕紫燒取出, 潮山石上一藏,無須點燃,便能發火。 升起一二百掌高下,發出五色流星, 不到最緊要關頭,輕易不許私放。 白旗接著報告,知道如果雨神洞發現敵人, 必定有好登傳信,如今許超發了救命信號, 定是在偏僻地方遇見了什麼利害敵人,身受重傷。 當下忙問救命信號升空地點,總守望台報信人道, 看那信號,好似就是從前通旅村的故道那一方面發出來的, 百旗民信,差時與神洞故道已通。 許超涉險遷難,便同大家相以救援之賊。 完極,深圓齊聲答應完往。 百旗之他二人驅會劍術,此去必能聲任。 連盟點求清謝,一面下令全村準備,親送二人出來。 原極,深圓巡路到了雨神洞,問命防守的人, 知道許是帝興先後進去,急忙跟蹤而入。 到了裏面,遇見許愈以將石壁下面石頭移開,探頭向外將望。 諸曰:「王,王,照耳人因之他超危急,望傲見光將石壁斬開。 同了許愈出動。 許超以備賀媒交傳,再說許超作晚奉命到了了雨神洞, 見一些響動驅無,無意中同看守的人閒談, 聽了大門觀說起前夜洞中出了妖怪, 心中反而,決意枉動愛去觀察虛實,進動不完, 隱約看見亮光,滅足潛中,走上前去一看, 原來如神動故到已被女村的人打通, 有許多女村的人在那裡防守,便打算在暗中冷不防禁一個回來, 審問女村虛實,誰想這些人當中有一個名叫金頭梨子女四的, 手底下著實了得,發覺許超從黑琴中掩來,招呼眾人一勇氣上, 這些人到底不是許超對手,被許超傷了好幾個, 正要趁空老太一個回來,偏偏遇見女村的莊主火蝙蝠女獻明 同羅九來擦看動路,那羅九是萬里飛鴻同元旗的徒弟, 劍術並未傳承,就被同元旗看出他心術不正,趕下山來,雖然算不得劍仙, 內外公軍到了常勝,以足夠許超對付,何況那火蝙蝠女獻明是華山烈火祖師徒弟,飛劍,法術都有點根底, 許超如何能視對手,幸而慕,來而人要擦勤活口,沒有傷他性命, 許超人甚機敬,見女獻明放出飛劍,急眾生智,望說, 你們不必相逼,自願束手就擦,從雨神洞出虛時節,雷,來而人先行蹤上對面山崖, 許超在後,趁眾上山亡亂之際,浸用氣功爭斷繩索,故意裝出有途的神器, 三拳二腳將身旁的人打倒,抽空逃出懷中救命信號, 翠准山崖轉角的山石上面摘去,等到女,來二人回身,眾人二次將他擒絕時, 他的信號業已發出,呂獻明倒還光筋,並沒有靈欲許超,將他押進村中, 長公所說的那個國真人,名換雲坡,自幼隨患在雲南深山中,學了一身妖法, 又在烈火祖師門下學會廖劍術,聖情剛必古怪,與呂獻明有同緩之意, 此次在雲南聽說各爾派聯合與阿薇派在成都鬥法,打算前去加入,走到半途,碰見呂獻明從華山回來, 師傅烈火祖師知道我未派以德松山二路加入,叫呂獻明全羽門下弟子秦朗等人,千萬不要加入而自討苦吃, 呂獻明同國雲霍最好,便把師傅的華對他說明,還要去尋秦朗時, 郭雲霍因同秦朗有仇,攔著呂獻明不准前去通訊,呂獻明哪敢惹他,只好答應,便要他去呂窜盤門詩日, 郭雲霍最愛喝酒,聽呂獻明說家藏數十年的好酒,正合避為, 答應先去附一個好友的約會,准年底到呂窜去,二人約定之後,呂獻明也不去尋秦朗,敬自回家,聽說呂窜自從他到華山頭之後,年年發水,呂窜都搬到高原上去, 耕田的人來往很不方便,呂獻明本來學得幾手妖法同余地之學,便親自去相地營,相看結果, 也說是山崩以後,皇帳被大家牆佔去,除非將雨神洞外山溝鐵門,阻止大家牆地下龍脈,才能復舊如初,因是殘冬,大家都忙著過年,只得等過了年再說, 呂獻明,後來陳,來二人前去拜望,請他相助與大家長為難,呂獻明初次下山,巴不得在本鄉獻謝本領,徵點面子,當下一口英雲, 陳,來二人回城後,國雲霍來到旅村,陳,來二人重新趕回,知道與神洞故道已通,便想利用他去偷襲大家長, 雷獻明,知到國雲霍脾氣乖廢,最不贊成別人鬼鬼祟碎碎,又不好以思駁陳,來二人的面子, 只得小小命人去將孤島打通,修理袋用,一面相機和國雲撲商量,誰知國雲撲是素來好色之人。 來的那一天,在旅村遇見兩個美貌的青衣女子,忽然大動悉心,便用鳥髮將疑人擒住,問起聖鳴,才知這兩個女子是連他師父力火祖師都不敢招惹的金魯魯羅子彥的女弟子, 知道闖了大禍,殺又不敢,放又不捨,便將這兩個女子暫且監禁在雨神洞內,洞外環用扶州封鎖,誰知這兩個女子竟會作通故道,家劍光逃走,國雲撲又急又悔又可惜, 正在難受,忽聽呂獻明琴來大家長奸誓,才知陳,來二人偷襲大家長的打算,好生不以為言,把呂獻明和陳,來二人當面數說了幾句, 立逼,立逼著女獻明將雨神洞倒死,只要大家長不來侵犯,不到二月初三不准交手, 雷、雷、陳,來三人正在求他之際,怎敢違抗,只得照他的話去辦, 因是大年三十晚上,轉眼天明便是元旦,不好殺人,把琴來的奸細驅禁起來,且等過了破五再說, 那被琴逃去的兩個女子,一個名叫女飛鴻賀梅,一個名叫女大鵬翠爾, 從雨神洞逃出之後,在山谷中待了兩日,想設法取回催而失去的一柄寶劍,隨即晚上, 她超進動時,便隱身在她的後面,先抽空飛進旅村,在旅獻明室內將寶劍道, 然後跑到許超被囚之所,用點閱法點到看守的人,許超才得逃出龍潭虎穴, 大家說完經過,百奇便問眾人有何意見?黃源極度,據頻道觀察, 國雲坡既然這般請強,決不把貴村放在心上,不過許莊主這次攝險, 她已知我們得到女村虛實,或者要來生事,也未可知,我們只需早夜小心,加緊防備。 如果三日之內沒有動靜,那便不到二月初三,不敢再來挑人了, 百奇道,話須如此說,二月初三轉眼就到,陳,羅二人無關緊要, 旅獻明宇那聖國的妖道區會妖法。 劍術,百物第兄三人須會許多平常武藝,劍術尚未入門,本村生命財產。 劍術,全正趙,王二位保存了,原極度,貧道與趙道有須會劍術,公衡上淺。 劍術,孔非女,國二人敵手,幸國,女二人無端開聚金魯魯們下弟子,那兩位客女決不肯與她們金幽。 劍術,何梅姑娘爭說在二月初三以前趕到,想逼回山去請金魯魯前來報仇, 也未可知,百奇道,何俠女是否去請金魯魯,到底不能預定, 我想先加緊防備幾天,過了幾天,她們不來騷擾,本村之事。 意欲凡黃道場與趙兄代為主持,小弟趁這一月空閒,去到善化,將我表興羅申請來,順便請她對求金魯魯下山,或者領約幾位能人相助。 諸位已為如何?黃,朝二人齊聲答道,本村之事,自然仍由業莊主代理,我等從旁贊助就是。 百奇道,二弟人極魯魯,恐怕吾時,二位不必大謙,且等行時再作計較。 百奇道,深圓猛想起谷黃蜂鐵梭道人不知回來沒有,便對眾人說之,打算在百奇動身以前,回到長沙谷黃蜂去看一下,如果鐵梭道人回來, 豈不是有多億個有力幫手,大家自然贊同,一回功夫,用大五直,又著許月去替大行慾回來。 商量了一陣,直到了夜宴之後,三間過去,區無什麽動靜,眾人才分別回房安息。 宇神動方面,就由許是兄弟同伯,帶二人輪流看守,一訪過了五天,旅村並無舉動,令史翁世也逐漸傳遇。 深圓去請鐵梭道人,患事沒有回來,卻在岳陸山下遇見綠地金龍魏青, 深圓與他互談別後狀況,分手時節,便約他到大家長去再一臂之力。 藝青推說另有邀約,不能前去,答詞恨是陷糊。 深圓知道藝青素來為人耿直,見他延遲閃爍,好生可疑。 他同藝青,識日本是同門師兄弟。 後來深圓學了劍術,藝青執意要拜他為師學習劍術。 深圓因自己劍術尚未學成,又不知合真日凡能否允許。 甘不起藝青苟前不已,只口頭上呼顯答應, 藝青卻認真行了拜師之禮。 須有師生之名,並無師生之實。 不好意師強他,見他則已不去。 只得互道珍重而別。 白旗見深圓沒有仿著鐵梳道人, 決意道善化去請羅身。 恰好這日正時破午。 大行玉擺下酒縣與白旗戰行。 白旗便將指揮全村致時交與黃元極主持。 八號司令,照深圓與大行玉從旁贊助。 白旗去後多日,全村安靜,並無一事發生。 靈粗之女靈魂鳳和大行玉的梅子大雙鷹, 竟相處得比自己手足還親熱。 恰子處我我驅在一起。 大行玉原有心將梅子雙鷹介與許超為妻, 因為村中多時之秋,總未向異人正式提起。 許超在眾人當中,年紀最輕,與雙鷹言說得來。 指示異人都愛請強,有些小孩子脾氣。 許超喜初圓和雙鷹常在一起。 以賓詩羅,不知怎地會看出憑慾要將雙鷹許配於他。 得妻如此,心中雖然十二分懸疑,表面上卻因此被喜艷而來。 有時雙鷹若他到山中去追飛逐走。 許超總推說強迪蜜蜜耳,大個記不在家。 一旦有時,雖人時節,豈不伍使。 雙鷹就正月里約了許超幾次,都被他推託過去。 心中未免不快,幸而零粗病好,每日與零雲鳳玩在一起。 非常莫逆,才算沒有與許超計較。 這日因聽零粗對大家談喜許家獨門離花窗如何出神日化。 裏面有二十四招反大衛星,又為海內獨步。 雙鷹授雷火爆脾氣,聽見什麼馬上就要學。 當著眾人,小小向許超使了個顏色,抽身出來。 許超只得也借故出來。 問他何事?雙鷹道,剛才寧老前伯說, 你們家的獨門離花窗那樣神廟,趁這新年無事。 你就交給我吧。 許超笑道,然會說那裡話來。 我家裡花窗成然有名,不過我從小就來了家鄉, 沒有得著真鑽。 學個皮毛,還不如不學呢? 然會要學,我請家興教你,比我強得多。 然會意下如何? 許超所說完事實話好意。 誰知雙鷹因這幾日許超同他疏遠。 也不像初來時常常陪他出去打獵換傻, 本意一肚皮不通快。 今日見獵心喜,遁忘前嫌, 隨小眼識換他出來。 以為自己與許超這樣深的交情。 他喜肯論而不教,一聽許超推在許月身上。 而他看不起自己,故意推託, 身恨夠遠一齊上來, 不由心頭火起,動了素來小善。 心想,我看得起你,才朝你請教呢? 你明知我不愛求人。 你不教導也罷了。 反教我去求你哥哥。 你打量我非學不可嗎? 想到這類,越想越有氣。 也不同許超再說什麼。 把腳一頓道:「好,你既然不會, 我不稀罕學了。」 說吧。 門臉露容,回身便走。 許超知道大行慾父母相亡。 只有這一個妹子,平時非常嬌慣。 見她生氣,知她誤會了。 自己本想追上前去解釋幾句。 偏偏靈雲鳳欣見雙鷹出我一回沒有回去, 出來尋她。 遠遠看見雙鷹和許超在那裡說話。 雲鳳人本細心,平日從雙鷹口中已聽出她和許超感情甚厚。 怕他們異人有什麼被人言語, 不便上前,正要轉身退回。 忽見雙鷹拔腳往後便走。 許超又回了回頭,正和自己打了個照面。 各著退回有事不便, 只得迎上前來。 反問許超看見雙鷹沒有。 許超見有人來, 自事不便再追向雙鷹說話。 只得答到, 色彩我正和她談話。 現在到後面去了。 雲鳳到, 那我同你去尋她吧。 許超推雪上同眾人有話說, 讓雲鳳自去。 因為無意中得罪了雙鷹, 好生悶悶不落, 敬自回轉廳房去了。 雲鳳被了許超, 走向雙鷹房中, 見雙鷹獨過兒坐在梭妝台前。 手裡拿著一面鏡子, 面帶怒容, 望著鏡中出神, 直到雲鳳走向身前。 方似覺察, 急忙強作笑容。 起身讓座, 雲鳳知道雙鷹生氣, 別與許超有關, 怕收了雙鷹, 不便明說, 故意踏慎道, 大家都在前聽說話。 譚笑風生, 多麼熱鬧, 你怎麼一聲不響, 就跑回房內悶坐呢? 明天就是十五, 白大哥也許要回來了吧? 雙鷹道, 真是棄人, 你那女知道, 我嘗對你提起哪個許三個, 剛同我哥哥和白大哥結拜時, 一向對我很好, 我平時喜歡到前面山谷中去打獵, 因為那山裡沒有苦泡一類的猛獸, 患打算同他過了年一同到南岳去打獵, 誰想陳, 萊爾賊無端開人, 過年前來了他一個堂房哥哥, 來了不多幾日, 他對我就愛你不理, 不用說同他上南岳, 連約他到山谷中去獵過鳥兒, 打過吐兒, 他到時推三左四, 今天我聽老伯說起他家獨門梨花窗的廟柱, 特意叫他出來, 想跟他學, 我們這樣交情, 還不是極容易的事, 誰想他真不知好歹, 不肯教我還不算, 還教我去求他哥哥許願, 萬說我數不愛向外人請教, 誰不知他哥哥過了十五就要回去, 明明看我善女流, 沒有出息, 豈不叫人生氣, 雲鳳知道他犯了小善, 不過照自己這些日觀察, 許超對雙鷹正時誠於中營於外, 非常足以, 可以連一個槍法都論不肯教, 也各差異, 便對雙鷹道, 許三個少年英俊, 正直聰明, 又同然兄妹情如骨肉, 豈有一個順水人情都不肯做的道理, 你莫非錯怪了他吧? 雙鷹文言, 急得跳起身來, 說道, 哪一個錯怪了他, 不信, 我就同你當面去問, 雲鳳雖然來得日淺, 知道雙鷹數來越勸越僵, 便得再勸, 隨意用言語擦開, 見雙鷹仍是悶悶得樂, 便勸他仍回聽訪, 去聽眾人談話, 雙鷹先事不去, 後來低頭沉思了一回, 反自動說要到前面去, 及至二人來到廳房, 眾人都在, 只不見了許超, 雙鷹草對雲鳳咬牙道, 你看他是當我不是, 他打糧我非學不學呢? 雲鳳見雙鷹這種天真爛漫, 毫無成苦神器, 非常好笑, 因為他說的話, 都叫人無從答覆, 隨口呼顯了兩句, 雙鷹環代要說戲話, 忽聽雲鳳的美婚女誓如尹中對許越道, 聽樂符說, 許興的家全窗發如此神妙, 聖許興不棄, 一日指示出來, 小弟葉已知其大蓋, 許興名號日便要長行, 此別不知何時聚首, 色彩令弟所說的第七十三招, 名叫跌翻九絕的招數, 可肯自教與我等一觀摩。 許越道, 小弟所學離花槍, 雖是家傳媚藝, 並無過分出奇之處, 當著靈老英雄及王, 趙二位前輩, 怎敢斑門龍虎, 如興定要看, 若不獻醜, 賭遣小弟驅禮, 小弟一二日內便要長行, 索性恭敬不如從命, 將槍發從頭練習一回, 請諸偉指教吧! 眾人文言, 驅都贊同, 雙英、雲鳳更是巴不得要看個究竟, 於是大家一齊走到後面花園百大, 許諸人平日練武的一塊空地上, 長中原設有許多大小木莊, 許諸結束亭當, 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枝長槍, 銷道, 我當初用的一枝槍, 乃是膠筋領成, 能光能柔, 平時可以觸在身上, 不想少年時值任性, 吾傷了一位老太太, 後來她的小姐拜在羅浮山香雪棟園中大師門下, 學成劍術, 神屋報仇, 被她將我哪一枝槍削去一尺五六寸光景, 不夠尺寸, 後來雖然經我改造, 以不此先前可以隨便帶在身旁, 這次沒有帶來, 我就使這支槍練習一回吧, 說吧, 又向大家謙信了幾句, 一位腳尾點柱, 一個正然點水勢縱身入牆, 腳尖才行著地, 單手持槍舞起一個大圓圈, 縮地身指往左眉偏, 左足前身, 右足眉蹲, 右手持著槍柄, 左手前三指圈著槍桿, 右手往後一多, 突然一個長蛇入洞, 一支長槍平身出去, 槍頭尺許紅鷹一根根果緊槍身, 與槍尖一般平直, 向前面一個原有的木莊似去, 就在槍尖柱點到未點到之際, 縮地收張回來, 只見他未見處, 抖起抖大的槍花, 第二朝邪柳穿雨色重又似向木莊, 這回更不修轉槍頭, 形勢好似略一勾撥, 倒轉槍柄, 形頭向木莊打去, 眼見指離木莊分許不到, 縮地將腳一頓, 縮起有兩陣高下, 槍柄朝上, 槍尖朝下, 護著下路, 跳過木莊, 離地環有四五尺光景, 將右腳踏在左腳上面, 燕子三抄水式, 伸直徑, 又往上起有二三尺, 縮地在空中一個怪網翻身, 更不落地, 連人帶槍且飛回來, 槍尖略一撥龍, 銀龍入海誓, 重又向那木莊似去, 眾人都以為許願這一招把全身功力全聚槍尖, 定要將這木莊似一個對穿, 誰知許願槍尖才微微尖了木莊一下, 好似避開前面什麼兵人似的, 電也似疾地製回槍尖, 導轉槍柄往下一撥, 緊接著一個風捲殘花式, 伸直往旁一個大轉側, 仍是由腳踏在左腳, 這境橫中出去, 腳踏落地, 縮地將頭往左一邊, 猛回身將槍桿往上一撥, 接著純細將槍一果, 重又斗起大槍花, 閃電奔雷似地似到木莊上面, 仍是微微一瞻, 倒轉槍柄往上一撥, 縮地伸直往後平仰下去, 腳跟著地, 一用力, 斜著伸直, 一個如約龍門式, 往後倒中出去有三五象遠近, 縮地伸直往右一邊, 右手得緊槍把, 左手扶著槍身, 右腳往前, 猛一上步, 斜身反鼻似向前去, 槍尖才到木莊, 縮地鬆開左手, 槍尖著地, 並未看出右手怎麼用力, 那槍竟然抽了回來, 槍近頭處到了左手, 左手更不愧慢, 讚緊槍尖, 向前面木莊迎頭打去, 看看打到木莊上面, 又用懸崖勒馬的營列收著前勁, 腳一斜勁, 倒拖著槍柄中退出去有三五象遠近, 做出正在危機一發, 手忙腳亂的形狀, 猛地將槍尖交往右手, 左手反拿槍柄, 右手反拿槍桿, 一個下六反戶的架勢回轉身子, 右腳在前, 左腳在後, 腳不沾塵刺滴, 快如斌馬, 反身連上三步, 連同手中槍, 鳳凰三點頭, 縮地往上一點, 往下一點, 然後當中次到, 這一招乃是許家獨門奪命七招當中的回身三步追魂奪命連環槍法, 不遇到敬敵當前, 輕易不施展者一手絕招, 一經是想, 躲得了上路, 躲不了下路, 多少總得讓敵人帶點傷, 原本槍為百兵之組, 許家梨花槍又從齊眉百棍中變化出來, 兼有槍棍之場, 所以名詞天下, 獨佈當時, 許月把奪命七招連過之後, 又將一百零百招梨花槍發連同敵翻九絕之弟施展出來, 只見挑戰勾勃, 價格踢打, 穿高中原, 應心得手, 有時態度安長, 發朝沉穩, 有時海陸奔西, 疾虐飄風, 使道妙處, 簡直與身合而為一, 周身都是解數, 在場諸人都是行家, 萬雪如穩眾, 就連齡初與黃, 照兩個劍俠, 也都佩服不治, 只看得雙鷹兩手握緊雲風, 將著櫻桃小口, 爭著一雙秀目, 連大戲也不敢出, 直到許月將槍發使緣, 收了解數, 立到當場, 道聲獻醜, 請諸位前輩指教時, 這才大家遺想前來, 歡聲四起, 個個叫好不治。